5月1日 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身体倍儿棒 4月29日晚21点档 航拍中国台湾片 已经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电视端首播 并于4月30日晚8点档 在央视纪录频道 CCTV9重播 大陆网友纷纷表示 台湾实在太美了 并且对航拍中国的 台湾片剧组表示了感谢 航拍中国播到第四季 美是节目的一贯主题 远离地面 飞上云霄 漫长的等待 只为绝美的一瞬间 云铺 日出 生命澎湃 扑面而来的浪漫与感动 精致的画面 动人的文案 不少网友都在留言中表示 看航拍中国 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当然第四季台湾片也有质疑的 他们质疑这些航拍镜头 从台湾南部到北部 从东面到西面 再到台湾的各种活动 以及城市的各个角落 到底谁在掌镜 谁的飞机飞过去拍的 但不管怎么样吧 只要不是大内宣 带有某些意识形态的传播 纯粹的赞美台湾的大好河山 和精美绝伦的美景 就应该放开宽广的胸怀 去看待和接纳 可是看题目就知道 并没有那么简单 题目是这样的 航拍中国第四季台湾片 回是一家人 共饮一江水 小周也做了不到600期台湾的节目 有几百期节目 都是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的 当然也有地理知识 设计的门类众多 除了一些镜头 是我自己早些时候 去台湾记录之外 大多都是来源于网络素材 也付了一定的费用 跟航拍中国比 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虽然不如人家的专业队伍好 但我自认为 比他们介绍的台湾还要美 美得单纯 美得纯粹 仅仅是把台湾的自然 人文 美景 传递到全世界 从来没有在一起节目中 标题或者文案 涉及到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草 做外壳和嫁衣 算是比较家常的 接地气风格吧 您看一下 航拍中国的文案 在大陆人看来 眉毛病很好 但是台湾人有自己的看法 全中国 大陆有72家主要的媒体 再加上一些自媒体 启发力 做了强大的宣传 然而这种标题和文案 可能在台湾一播出 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响 航拍中国播出之后 大陆各大媒体 开始邀请一些台湾青年 发表看法 主要也是表达回家 温暖和感谢的 我是大陆人 都看不了这些 所谓的台湾青年的一些感慨 有一些大陆人 估计很喜欢听 但是台湾人 看了肯定是非常反感的 我们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传递台湾的美好 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宣传上还应该更加纯粹一些 大自然的单一镜头 其实就已经让人感受到震撼了 既简单 而又纯真 我们不可以赋予自然美景 更多捆帽式的东西 您认为呢 大陆人看到航拍中国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 卧槽真是太美了 这哪里是台湾啊 这是世外桃源 这是人间天堂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仅此而已 并不会有过多的想法 但是媒体的文案 稍微引导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评论 例如 看了的网友 开始发挥了 他们说 两岸一家亲 共缘中国梦 同意一江水 同事一家亲 浅浅海峡 挡不住 深深相愁 历史潮流 同样无人可逆 微波先热 航拍中国 俯瞰 宝岛台湾 浅浅海峡 挡不住 深深相愁 历史潮流 同样无人可逆 期待祖国早日完成 统一大业 56个民族大团圆 昨晚在央视 收看了航拍中国 俯瞰 宝岛台湾 同根同祖 瞬间来到面前 亲切感 在心里翻腾 宝岛早日回到 祖国的怀抱里 期待一览 台湾片 更渴望看到 琉球片 大好山河 寸土不让 统一祖国 民族复兴 小周并没有学过传媒 我不知道纪录片的 拍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最基本的概念 纪录片是以 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 以真人真事 为表现对象 并对其进行 艺术加工与展现 以展现真实为本质 并用真实 引发人们思考的 电影或者电视艺术形式 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 哪怕是以自然美景为主 画面的每一帧 都是明信片 文案每一句 都是经过推敲的 华丽之作 我认为 也一定不是最美的 航拍中国的美 更应该体现在 真实上和单纯上 看一航拍中国的栏目介绍 也属于纪录片的范畴 当然也应该具备 这些要素吧 说白了 就是宣传意识形态的东西 不能有 我个人觉得 美国的国家地理 做的就很不错 就是纯粹的介绍一个地方 通过自然 风土人情 历史发展 来描绘这个地方 未来的可能 我把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介绍台湾的链接 放在下面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五一劳动节到了 台湾过劳之岛 又被大陆媒体提出来了 很遗憾 跟往年一样翻车了 网友说 大陆人也勤劳得不得了 潜台词就是 不要说人家了 看看俺们自己吧 劳动节仍然有大量的人 在努力 为一点点钱而工作 网友继续追问 农民工一天多少小时 问问央视 一年365天 平均一天5.47小时 还多吗 比起大陆少太多了 好吧 我一天12个点 一年多少个小时 全年无休 每月至少300个小时以上 一年2000小时不多 我是农民工 比他们多一半还多呢 2000小时挺好的 不信央视 只信自己 看到了吧 这就是现状 在大陆媒体 不要讽刺台湾 特别是不要讽刺台湾的劳工 不要讽刺台湾的福利 不要讽刺台湾的人均收入 否则基本上百分百翻车 有一些媒体目前硬着头皮写 写完估计都不太敢看评论区 更有甚者直接关闭评论区 或者是评论区精选 我就在想 这些作者难道不会人格分裂吗 明明台湾很多地方比我们好 我们还要写出一些 比人家强生活在幸福天堂的感觉 一些幸福 是不是编造出来的呢 实诚的大陆网友 心知肚明 小周附属一些评论 就是为了唤醒一些翻墙的大陆人 让大家都回归现实 不要天天跟着人家喊口号 敲键盘 这样不太好 如果您不信 那至少要知道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要是哪一天 我们真的认识到台湾的优点了 那才是最吓人的 因为正是台湾 比哪假台湾会有我们 要让人紧张 不是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